在非常柔美 充满了期待感的 这一首歌之后 会有一段非常长的管弦乐的尖奏曲 那尖奏曲里面 歌剧导演可以在这里 非常的挥洒 他对这个剧的一个诠释 或者要描绘出两个人 怎么样重逢 这个幻想的情景 或者来点名异国恋情的悲哀 那么远方传来随手的合唱 那么九九桑就非常的疲惫 所以他就进房间去休息了 这个时候 这个军官就出现了 美国领事带着他来 还有一位白人女士 这就是军官的新婚夫人 那么这个领事 就指责这个军官 他就说 批评他不应该这样 而这个军官 这个时候就露出一种 很忏悔的感觉 他就来唱一首说 别了 永别了 这个我所爱的家 那个意大利文里面 adio 那就再见了 再见了 那么他说 我一生都会忏悔 我对不起你 你这个如花似玉的这个美人 那么所有的痛苦的 那个感觉都留给我吧 他就唱这样子的 忏悔的这个再见之歌 那么其实他唱完这首歌呢 他就非常不负责任的离开了 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 就是这个军官来唱 这个永别了这一首歌 我们来听 你感觉怎么样呢 这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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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辩驼啦 他好像一首歌 这一首歌 这首歌 这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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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